這就是西方gaming 現在也流行 這些事情都號稱是西方真人正式改變 在西方的話確實是有人會相信所謂的鬼神 正常每個國家都有人相信這樣的東西 但是不是主流 我只能夠講電影之所以拍的成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不要忽略了有一個主要的推動因素 叫做票房就是要賺錢 故事可能有 但是你要講一個很好的故事出來 你可能要把一些東西稍微調整一下扭曲一下 很聰明這樣的講法是反而是 引用了整個現象來做反推 很多人 西方人其實沒有很相信 娃娃可以有鬼附身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票房才這麼好 因為大家很好奇 那是不是所有的娃娃 相對比較容易被靈魂附體 不能這麼講 不是說娃娃就會有靈體進去 或者是邪靈進去 而是說可能有開關過 開關 念咒 或者是你擺在那邊有供奉過 OK 可能就有東西附體進去 那你說一個娃娃裡面的時候 有靈體在裡面 會造成說有靈魂現象 這個是有的 但是沒有像電影那麼誇張的時候 娃娃真的會跑甚至於唱歌 但是在這之前我們是不是可以區分一下 在西方裡頭所談的邪靈 跟我們東方所講的鬼 是不是同一個概念 西方假如是受那個基督教的影響的話 它的邪靈就只有一條路線而已 就是從那個所謂罪元 所以撒旦那邊的那些 那麼當然假如不是從這個基督教的信仰 是從比方說歐洲當年有那些民間的信仰 那個其實我覺得就跟我們華人差不多一樣 就是素有素神 虎有虎鬼 總共是大自然萬物都有它的那個 這樣的那個東西 歐洲也有這個想法 只不過是不同的一個文化 它的形象有點不同 但是概念是差不多一樣 OK 那從靈異界的想法來看 簡單講就是孤狠野鬼 邪靈就是孤狠野鬼 甚至於說被詛咒過的東西進去 在西方來講應該講說都是魔鬼 那如果是從靈異的角度 我們是怎麼區分邪靈跟進化的靈體 進化的靈體就是說 我們講說在寺廟裡面有經過法會 進化過 超度 不是超度 而是進化 這個靈體本身有經過佛法的進化 是可以走到廟裡面去的 可以聽到佛法的 這邪靈會有什麼樣的特徵 簡單講就是害人嘛 就是邪靈嘛 這種有自殺身亡 或者怨氣比較重的 對 然後他冤魂不殺等等 這個我們都稱為 比較邪靈的靈體 是 我所看的這兩個視頻裡面 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Robert 還有那個Anna Bell Anna Bell是大家很懂的 對對 那麼有一些可能性就是說 其實當年的那個當事人 他拿到那個洋娃娃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看到一個人的那個樣子 可能你自己會投射一些 你自己內心陷入為主的一些恐懼 那麼當然我看到一個 可能面具 可能我也會有一些恐懼 但是因為我本身 對於這一類的信仰比較低 所以我不會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不過假設這些人 比方說那個小孩 就是那個Robert的那一個 假如那個當事人本身的那個基因 他可能有精神分裂 或者性格分裂還是怎麼樣 他就有可能看著一個洋娃娃 他跟他對話 然後這個東西就被啟動 這種是精神分裂 對 他可能就會被啟動 那麼啟動過後他看到他的樣子 那麼假如他的內心又有一些 比較壓抑的一些陰暗面 有可能一些淤解 陰影 有可能就透過他跟這個 所謂的洋娃娃互動的時候 就投射 因為精神分裂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當事人有那個叫幻聽 通常幻聽的那個內容不是正面 對 都是叫你殺人 或者你是該死 你是沒有用的 總而言之通常是負面 所以換句話說 有沒有可能這些人 本來可能只是一個有精神病患 透過這個東西啟動了 不過後來因為家人是相信鬼神 帶去給一個驅魔人區區域 那麼這個就變成一個故事 假設真的有邪靈 在耳邊跟他講話的話 我們有什麼方法是可以去區分這個東西 其實我做這樣常常遇到這種問題 簡單講 第一我都會跟他講說 你先去看醫生 這個是我一貫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我遇到很多的案例 十個案例 大概兩到三才是遇到所謂的 真的系 靈異 醫生跟你有說你沒有問題很正常 可是你還是有這種狀態的時候 我們尋求宗教的力量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去看醫生 你就直接先去找師父的話 我覺得我不是這麼推薦 因為有時候考慮往往不是這樣的事情 可能真的是睡眠不足 對 像剛才你講說 一般上像精神分裂 聽到的都是一些負面的話 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這樣子的區隔方法 就是如果你耳邊換聽 聽到的都是你要加油 你要繼續努力的做好自己 每天要發奮圖強 那我們就可以說這一定就不是行 假如有一把聲音這樣子來鼓勵你 而且他真的鼓勵到你 你真的要採取行動 這個是一個好像很有效率 一個精神分裂 你真的去做 你真的要鼓勵你要去校數 鼓勵你跟你老婆之間的關係要搞好 而且你真的搞好了 這樣子我沒有資格跟你講了 你不要聽 所以哪怕是 我覺得從精神科 或者是從那個靈異學科來講的話 它好像也是一種區隔 如果真的有一個聲音一直告訴你做好事的話 我自己的客户就有這種案例 講說聽到所謂的聲音 然後告訴他是 或是他自己供養的 可能是鼓勵 或者是自己的牌 聽到跟他講說你有危險 趕快離開 很奇怪也預知 確實他走了之後 真的沒有多久 那邊發生事情了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科學也難解釋的部分 預知能力這件事情好像 沒有 預知能力是這樣的 就好像我們所講的 你預知不到的東西 你不會把它當成是一個見證 預知到的你就會當成見證 所以這個是叫做從果去退去因 所以換句話說 假如勉強要我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 周師傅那位客戶 就是他的經驗 或者他對整個環境 或者整個事件的經驗 他已經本身有一個判斷了 大概可能會有事情還是怎麼樣 只不過這個判斷 有些人是用一個感覺 有些人是要用聽覺 他可能內心就有一個對話 好像聽到一把聲音一樣 有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反正就是只要 你家裡有個娃娃 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不要跟他常對話 因為我們會投射 很容易投射 習慣以後就以為他有在回答你問題 所以 但是如果你沒有娃娃 也能夠聽到好的聲音 鼓勵你去做好事的話 我覺得這是 是何樂而不為 對 何樂而不為 如果你覺得我們 超自然突變的兩位專家所說的話 講得很有道理的話 記得要Like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那如果你有意見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要分享喔